今天我又要去鱼塘了 你们去不去 不想去是不是 不想去我去了 大家好我是志刚 今天到大山里面的鱼塘去 给小鹅做一个休息台 在休息台上面也可以投喂食物 把鹅苗可以放到鱼塘里面去了 然后把鸡养起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宝贝 这种叫薄叶熟鲤 它比这种绣毛铁线连全部残住了 都往下坠了把它清理一下 这种是绣毛铁线连 这种薄叶熟鲤在我们这边的果实成熟期 在八至九月份 九月份左右那时候 这种果实可以放心的吃 但是它吃起来口感不是很好 有一点色口 哎你不要捣蛋 所以的话一般进山啊 很多人都不喜欢吃这种 但是这种果实的汁水很多 薄叶熟鲤 咬的口里它甚至都明显感觉到汁水里扭出来 如果说这种你便秘啊 吃这种是比较好 基本上如果说便秘 早上吃到中午 基本上就能还几 哎别打架 有它们在前面走 我就只注意树上的时候就可以了 我没来它也在前面等我 哎呦还是小黑心疼我 啊好啊我来了走吧 走吧走吧 大黄只知道自己玩 好走走走 别乱跑大黄 山里很危险哦 你只走路上就可以了啊 你看小黑多乖 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 我不动它也不动 走啊小黑 不用这么等着我走 你看大黄都走到那前面去了 过来小黑 你不喝水吗 大黄啊我告诉你 越是那样的地方越容易藏蛇呀 啊大黄 大黄 他不理我了看到什么东西了 这种漂亮的植物叫花摩鱼 它的金杆部位就像蛇的花纹一样 我们这边的人都习惯挖它的垮根部位来制作成粉状 一般来说都是在冬季的时候制作 因为这个季节它的养分全部用于生长上面去了 所以快根部位没有多少养分 一般都是在10月份11月份过后才开始制作 和葛根粉一样 葛根制作粉 这种花摩鱼的快根部位也是制作成粉 然后用开水冲服 到时候冬季我会制作一批 你们有需要也可以来找我 哎呀 你就睡着了我就说了一会儿 叫你不要来你要跟着来 累吧 大黄一个晚上对着外面叫 不知道叫什么 白天来爬下山就累得不行了 好那你睡吧 我也休息一会儿陪你 пока就看越好 bal budget 好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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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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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你不好好睡觉你来干嘛你又帮不了忙你去看你弟弟啊看着你弟弟去吧啊我这里不要你帮忙你去吧 哦你这里有个什么东西好像有个山里这种哇好恶心这种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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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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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条件允许,可能会养一百多只,两百只不一定 条件不允许的话,可能就养个一二十只,二三十只,自己够吃 好,那今天分享到这里 明天见